没有学历的和珅 从台教的奴才做起 并迅速成长为文华殿大学士 乾隆在世时 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 并和乾隆处成了亲家 你不得不承认 在职场上的和珅颇有几把刷子 他长相俊美 却不只是溜须拍马的样子货 他能文能武 能干得了大事 也放得下身段 为伺候乾隆亲力亲为 人常说半君如半虎 和珅愣是把这险象还生的君臣关系 处出了父子感情 我想这也是他成为乾隆宠臣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成为后来嘉庆皇帝的眼中钉 和不得不除的大老虎 那他平时都怎么揣摩上迷 他这方面真是很厉害 就是他呢 你看嘉庆是乾隆的儿子 但是嘉庆对他爸爸的了解 远逊于和珅对他爸爸的了解 就是他非常了解他 你看这个和珅年轻的时候呢 乾隆的妈妈死了 乾隆是个极孝顺的孩子 非常孝顺 香山上那个松唐 松鹤唐就是给他妈妈建的 就现在我们那个临住关系医院 松唐医院 以这个乾隆给他妈妈建的一个店命名呢 表示孝敬老人 这个他让宫女给他妈妈梳头 每掉的一根头发都得捡起来 后来这些头发在哪 现在在故宫里叫金发塔 就是给他宫女给他妈妈梳头 每一根头发在他妈妈死后都用金子做了一个塔包在里面了 在宫里放的 对他妈极好 那他妈妈去世以后 乾隆非常悲伤啊 三天大仇就不上仇 常跪不起 所有的大臣都劝他 说你要节哀自重啊 然后国家比这要重要什么的 只有和珅一句话没劝他 那和珅做什么呢 你跪着我就陪着你跪着 你跪多少天我跪多少天 就非常懂得揣摩上意 非常懂得这个 他对乾隆的熟悉程度也特别厉害 你看乾隆把这位置给了嘉庆以后呢 当时正好白天叫起义 有一天呢 乾隆就把和珅叫的这个大殿里面 他老年了嘛 声音又小 嘟嘟当嘟当说了一个小时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大喊了一句话 就突然底气上来说了一句话 那人是谁 和珅当场就应道 徐天德 如果他能回答的话 一定他听懂前面他说的所有的话 嘉庆根本就听不懂 后来嘉庆问和珅 你说那什么 你说什么呢 和珅就告诉他 你爸爸在说白天叫起义 而且他念的那些东西呢 是西域传来的一种咒语 当他念那个咒语 咒一个人的时候 这人在千里之外也会当场死亡 然后他就问我白天叫那个头是谁 我告诉他是徐天德 嘉庆作业儿子根本就听不懂 那这么说 乾隆说不定更喜欢和珅圣和嘉庆 太有可能了 太有可能了 还有你看 台湾有一次起义 叫林文爽起义 林文爽起义的时候 和珅 前楼要亲征 和珅说这哪行啊 您想你管的土地面积 比咱比咱现在大呢 1300万平方公里 台湾多大 不到3万平方公里 不到4万平方公里 3.6平方公里 您去那干嘛呢 而且这事没那么难解决 您在大陆清凹伯父搞得这么好 别伯父民强 那个地方就是你派的官不行 没把您的恩德给传过去 只要换个官 那边就好了 就非常懂得乾隆愿意听什么 乾隆听了非常高兴 也不亲征了 然后派福康安 去那边打一下就完了 很快的把那个起义给平定了 那非常懂得乾隆想要什么 再一个 你们听说 这个清朝有一种制度 叫易罪淫制度吗 易罪淫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犯罪了 我不要杀你吗 你只要把钱交来就行 我就给你变成流放 你如果是流放了罪 交了钱以后 你不用流放了 叫易罪淫制度 你犯罪了 讨论一下 你花多少钱 这罪就可以免了 易罪淫制度 谁见的 就是和珅他30岁的时候 他向乾隆建议 他为什么向乾隆建议 这个乾隆那时候 乾隆比他大39岁 比和珅大39岁 老了 特想看一看 他统治这片国土到底是富强到什么程度 但是清朝其实有很多限制皇帝的规定 就你要花哪笔钱去南巡 那钱不是随便能支出的 你就花了支出不了 那钱没法弄 和珅就说 我告诉你 咱们弄一个易罪淫制度 让犯了错的大臣 犯了错的官员 把钱交到内务府 这笔钱是专款专用 就是您皇上直接用的 乾隆非常高兴 就立刻确定了易罪淫制度 这易罪淫制度也是乾隆时期 特别腐败的一个特重要的原因 你像我犯了罪以后 这要交一笔钱就行了 但是呢 这就解决了乾隆的很多花费 没有地方支出的 就从内务府当中 状况专用的这笔钱 来支出 然后和珅的本事大到什么程度呢 到乾隆的第五次南巡 他第五次南巡就是和珅三十岁这一年 后来又一次第六次南巡 连易罪淫这笔钱都没用 和珅怎么办呢 在南巡之前 他就给各个地方的官府的商人和官员写信 皇帝要来了 你们来出钱 那谁不愿意去扒击向皇上啊 所以全是地方财政支付这笔钱 所以乾隆都觉得 哎呀 这个和珅这人太厉害了 所以第六次南巡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和珅 我到任何地方 你就站在我方面 表示奖赏 就是我能出来 钱又能解决了 完全是你的功劳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 那你说那个 乾隆传太子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参照一下和珅的意见 是啊 那和珅怎么会 他是这样 在他乾隆59年的时候 就快到60年的时候 他说我不能再做皇帝了 因为康熙爷是61年 我就做了60年 所以他要跟大臣们商量一下 我现在马上紧急立太子 当然和珅是重要的一个 他咨询的一个大臣 和珅在这点上犯了极大的错误 他觉得您能万寿无疆 你招什么急啊 干嘛要封太子 他反对 那你想 所有的皇子都讨厌这个人 因为每一个皇子都想 十几个皇子都想 可能那个太子是我 何况康熙年龄也大了 对啊 所以他就这个做错了 所以乾隆确实是向他咨询过 但是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他后来被杀的有好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太重视皇上了 而不重视任何一个皇子 他的心思从来没在皇子身上 所以他对皇帝极其了解 皇子是什么他都弄不清楚 说明他的情侣是真爱 他不是太马屁一个 对 也会的 对吧 这个下一代皇帝杀到上一代的重臣 有几个特征 其中一个特征就是 如果留了十个重臣 可能一个都没事 只留了一个重臣 那重臣就倒霉了 你想如果只留了一个重臣 意味着这个重臣太重了 这国家基本的把持在他一个人身上 如果十个的话 你十个人分着全 对啊 我在上面一平衡是非常简单的 是一个就非常危险 和珅就是乾隆的晚年 当时有几个大臣 你看有一个阿贵 这阿贵非常厉害 满族人里面是大学士 科举成功的就这一个阿贵 近士 阿贵是一个将军常年在外 特痛恨和珅 这阿贵是在嘉庆二年的时候就死了 还有一叫傅康安的 也是在嘉庆作皇帝以后也死了 就是重要的两个对手全死了 只有一个刘庸 已经老到了八十岁 一直装老 他怕和珅整他 一直装老 也不出现 所以在朝中 没有一个人权力极大 就是和珅一个人 他就危险了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清朝的前几代 乾隆前的前几代国君 哪个没杀掉他的重臣 顺治 一直想把多人滚干掉 是吧 但好在是多人滚造 顺治七年时候他死了 死了也不行 也得追罪于他 就是因为他太重了 然后你看康熙杀了谁 杀了欧拜 是吧 欧拜的是没被杀掉 就是欧拜说 他被关起来以后 因为重臣 惩罚他把他关起来以后 他说我要见康熙 就是为了让他 让他看我身上的伤口 跟着太祖打仗 就是伤口 康熙看完了以后 决定就不杀他了 但是他就老死在监狱里了 到了雍正杀了 也杀了年公瑶 而且给年公瑶定了 90多条罪 把他杀掉了 只有乾隆 好一点没这么干 和珅是他的大臣 可能他忘记了 前朝都是杀掉最终很重的前朝老臣 所以自己也倒霉了 他不仅是没重视黄子 还有一些错误 就是嘉庆已经被定为皇太子 然后即位了以后 他做了一些手脚 你看一宣布他是太子以后 和珅就给他送礼去了 送了一个玉如意 那嘉庆那时候非常怕他 所以还给他写了这个 给和珅写诗 表示 哎呀你看 我哪能让你看我来 我应该看你去 你看你是我爸爸的什么人 还给他写诗 嘉庆非常生气 所以他二十大罪条当中 第一个罪 第一个罪就是 他一继位以后 马上给他送这个玉如意 以这个拥戴者自居 这是他干的第一件事 这是罪吗 拥戴你也是罪吗 是 喻加我之罪何患无辞 我觉得这是好事 但是嘉庆认为这很可气 跑这来送礼来贿赂我 然后他以为你是谁 你就拥戴我就成 所以他是非常生气的 第二件事 这和珅说 你看乾隆爷一辈子写了四万多首诗 您是写了多少首诗 我给你派俩人 派俩人帮你整理整理诗 实际派那俩人 是为了查一下这些诗当中 有哪些对和珅不满 派的哪俩人 就是和珅在咸安宫读书的时候 他的两个老师 等于弄个卧底的在他身边 看诗查他以前写什么东西 就跟查了四户全书当中那些 那些伪禁书似的 第二个 所有重要的宫女太监 全换成了和珅的人 以至于乾隆和嘉庆 这个自由和安全都成了问题 再有第四个动作 就是他告诉 他跟福康安的关系极差 但是跟福康安的弟弟 福长安关系极好 福长安是他的死党 挺怪的是吧 这福长安的军机处 嘉庆下了一个命令到军机处以后 这福长安马上在和珅的指令下 到乾隆这告状 说你看他不通过您 他自己就下命令了 那乾隆作为太上皇 他就生气了 就告诉嘉庆 以后任何命令都通过我 换句话是 嘉庆就特别清楚知道 他每发任何一个命令和珅都知道 所以这几件加在一起以后 你想嘉庆会怎么看他呢 够气了 对啊 就是他首先没重视所有皇子 不关心他们 不了解他们 然后皇太子即位以后 他又没有摆正自己的地位 应该马上开始转舵 或者怎么 就像辅佐你爸爸一样辅佐他 他没有 以前朝老臣自居 没有转到新皇上这儿 那你说不杀他杀谁 真的 对乾隆是真爱 可能是真的 有一个传说 你们听说过吗 你说乾隆为什么喜欢他 想到像年飞 他的和珅是他的什么飞子的什么转世还是什么 不是他的飞子 是雍正的年飞子 对 雍正的有一个皇贵妃 不是一般的飞子 雍正有一个皇贵妃是年贵妃 跟乾隆 长得非常漂亮 乾隆是个少年 他就看中了年贵妃 上去跟戏弄年贵妃的时候 年贵妃一挥膀子以后打在他脸上 你看这男女瘦瘦不轻 而且这是你妈妈级别的人 恰好被乾隆的妈妈带着宫女看见了 就像皇太子干这样的事 不利于名声 于是乾隆的妈妈就把年贵妃赐死 赐死以后 宫女就告诉赶过来的乾隆说 年贵妃死之前说了一句话 二十年以后我们再相会 说完这话以后 乾隆在自己的宗旨上咬破了以后 滴了一滴血在年贵妃的脑门上 这么年贵妃就死了 等到乾隆见到和珅的时候 和珅那时候二十多岁 正好他脑门上有一滴 有一个红的印记 长得还跟年贵妃一样 二十年以后 对 然后乾隆问他你什么时候生的 他说我是1850年生的 然后正好是年贵妃死的那一年 二十年以后他又见到这个人了 只是脱生生另外一个男生了 但是这个不可信 首先这个乾隆的妈妈 她是个妃子 是那个喜妃 是妃子 在皇帝老婆的八个等级当中 她属于第五位 她比年贵妃位置小 她怎么可能次年贵妃死 她是贵妃下面的 就皇后皇贵妃 然后贵妃 然后才是妃 她不可能 第二个 这个年贵妃是1825年死的 和珅是1850年出生 中间差着25年 都不可信 反正有这么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说 这个慈禧就是 这个和珅的上半生 就是这个年贵妃 下半生就是慈禧 为什么呢 因为她在赐她自尽那天 她写了一个绝命诗 你们知道那绝命诗吗 叫他日水饭寒龙日 流取香烟事后身 什么意思呢 将来有一天 我像大水一样 那个泛滥了以后 把那龙就把天子什么的 全都覆盖了 我要这么厉害 然后产生那股香烟就是我 香烟是女人嘛 是我的后身 所以大家要猜 她这个这是什么意思 她最后把这个天子 全控制了以后 一个女人把天子都控制了 怎么怎么样 那不是慈禧吗 所以好多人说 她是这个慈禧 后身就是慈禧 何身又转移成慈禧 对 那天下这个绝命诗 觉得她死之前 也应该就是没什么悔改之心吧 应该 是啊 你看她是16号被处死的 15号的时候不是元宵节吗 元宵节那天她写了两首诗 其中有一个诗叫 此生是被怀才 是怀才误此生 她觉得自己有才 她怎么死呢 是因为有才死的 她没有任何这个悔改之意 这个 由这个呢 我也觉得 她可能并不是我们传说的 那个那么脏的一个脏官 否则她怎么也得后悔一下 说我做官 为官不清廉 我才有这样的结局 完全没有 她只是说怀才误此生 还有一个证据啊 就是那个和珅的儿子不是这个 风神殷德 风神殷德呢 和珅教育他特别严 有一年 风神殷德去接受了这个浙江的一个盐商 给他一箱子珠宝 和珅勃然大怒 就说这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引你上圈套 这叫受贿 给他捆起来打 就不希望他儿子成为一个受贿者 这也挺离奇的 就是他自己如果是个贪官 我能连着山西的官员下马前两天还说 也可能是做的样子 贪官的半生品一定少不了女人 而和珅这个被官方定性为大老虎的官场败类 在情场上却是一个例外 他风流却不下流 一心一意地对待自己的妻子 而他的儿子风神殷德 在这方面也继承了他优秀的基因 至少在情感方面 没有纹固子弟的烂情 就和珅跟直立总督冯总督的那个女儿叫冯文文 他们俩不是夫妻俩吗 就生了一个风神殷德 这个和珅跟这个冯夫人呢 除了生了这个风神殷德以外 还生了一个女儿 也是有一个女儿 在和珅四十多岁的时候 又生了一个儿子 这儿子活得不到十天就死了 也没起名就死了 等于冯夫人跟和珅就这一个女儿活下来了 然后冯夫人呢 一直主张和珅 你应该再娶妾 我不在意 娶了妾以后呢 我跟她共同一房伺候你 所以又娶了这常侍 这常侍跟和珅生俩女儿 也没儿子 这个除了这几个人呢 《野史》当中还记载了一些人物 有一叫黑玫瑰的人 有一叫黑玫瑰的女人 这个女人什么人呢 这个乾隆老了以后呢 每年都会潜在一帮宫女 可是清朝的规定 只要你是宫女 出去就不能结婚 你可以出家 绝不能结婚 因为你是皇上的女人 哪怕没见过你 所以这二十大罪当中 其中第四大罪就是 她娶了宫女 就是娶了这个黑玫瑰 这黑玫瑰住在这片园子哪呢 就是现在的林狐轩 有一种说法是 这个和珅的儿子和儿媳妇住在林狐轩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黑玫瑰 被她安排在林狐轩那个地方住 当年叫林峰待月楼 这个但是她跟黑玫瑰没有孩子 另外还有一个女 还有一个这个 他们下江南的时候 本来是进献给皇上的一个女的 被她弄来了 叫窦寇 这窦寇跟和珅呢 也生了孩子 但是是女儿 就是和珅跟其他 跟老婆 跟其他的这个妾生的孩子 没有儿子 都是女儿 这窦寇呢 在和珅 自尽以后呢 他觉得我要追思他去 跳楼自杀了 就是他有这么几个女人 我天啊 人生赢家啊 对 也使记载 他不止这么几个女人 好几个女人在和珅自杀之后 也上吊 也跳楼都死了 也就是说和珅在女人当中 还是非常迷人的 但是所有他这个和珅 女人的这东西 正史当中没有一笔 全是野史记录的 冯夫人只有一笔 那个就常氏夫人也没有 常氏是妾 但是这个 这个冯夫人去世以后呢 这个和珅就把这个 这个妾变成了夫人 而且野史里面呢 和珅的夫妻是极其恩爱的 他一直不愿意娶妾过 是他的老婆逼着他 一定要娶妾 男人没妾的呀 你说这么大的一官 他自己是对这个老婆极好的 他老婆这个晚年老得病嘛 和珅说的 谁要能把我老婆病治好了 我给他五十万两银子 二十两银子 就可以很好地活一个月 五十万两银子 谁也给他治好 我就给他 这冯夫人一死以后呢 和珅三个月 就是死之前三个月 和珅不上朝 就专门伺候他老婆 死的时候和珅下令 他老婆死的那个楼 从此封存 按照他老婆死的时候布置 再也不能动 只有三个人可以进去 他儿子还有一个总管 别人都不能进那屋 跟老婆关系极好 再有一个就是 他正史当中记载和珅的 好多事都是有出入的 但是唯有野史当中记载 他的感情是没有任何出入的 全一样 有可能那是真的 也可能是真的 你看官修历史谁在意 你老婆是谁 除非你是皇后 你个大臣的老婆谁在意 所以只能通过那些 对历史有兴趣的野史 就非官修的人 他给记录下来 如果大家通过各种渠道 听到的故事都是一样的话 野史记录就是一样的 所以也有可信性 今天和珅的心象在我兄弟们中 变得特别高大 他只爱乾隆 不然我觉得 我觉得他智商也不至于低道 没转过班子 就他的那种学识 跟他的见识 不至于说 他不懂要辅佐下一个皇帝 他应该懂这个道理 但如果他没有做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真的 整个人就在乾隆身上了 如果乾隆是死了以后 嘉庆即位的 可能都好一点 他就转向了 反正我要心疼皇帝伺候他 那个皇帝不在了 我就伺候心得远了 问题乾隆是没死呢 就把位置给让了 所以他这心还在太上皇那 他就不在新皇帝那 他儿媳不是公主吗 对 那没给他灵迟 就是因为刘庸跟石公主 一起建议说只赐死 不灵迟 就是这个 刘罗锅呢 又建议处死和珅以后 不做任何扩大化 只死一个人 按说 这个换朝代的时候 死一个人的情况下 会连带一批人 就为了稳定 只处死一个人 其他任何人都没处死 包括和珅的儿子 按说他这样的罪 应该株连九族的 所以和珅的儿子和公主 都没有事 但是呢 嘉庆皇帝呢 就是看和珅的儿子 他看着别扭 把他削止为民 那当然生活是无忧的 削止为民 所有的这个职务都罢免了 成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那这时候呢 和珅的儿子家里面有一个家仆 他真的落井下石啊 他就到嘉庆那儿告 说这个 这个和珅的儿子 那个风神殷德 第一他谋反 要杀皇上 第二 他要杀公主 第三 他在您嘉庆的皇后 去世的时候呢 大家都在扶国葬 他的朱眷那个地方 跟他的一个妾 野和 生了一个女儿 嘉庆特别生气啊 就来查 一查 也没有任何谋反迹象 然后这 他跟公主俩人 恩爱的举案其美 也不像沙公主这样子 但是第三件事 风神殷德 他自己承认了 说确实是在皇后死的那时候 他跟他的妾在朱县旁边 野和 然后就生了一个女儿 嘉庆 知道这事以后 就说了四个字 厚颜无耻 特别讨厌他 这怎么办呢 到了1806年的时候呢 嘉庆就说 乌苏礼台 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 蒙古的乌兰巴托 是那有一个小官 空缺 你到那工作去 等于就把这个风神殷德 对 他不是已经缺制为民 没有任何官了吗 到1806年的时候呢 又让他当官了 但是在哪当官呢 在苏武牧阳的那个地方当官呢 他在边疆了 对 但是 你一个人去 那个我妹妹不能去 那公主呢 也他妹妹嘛 就是那个石公主 就留在了北京 她呢 去了这个 那个蒙古 这个风神殷德这个人呢 因为和珅 对他的教育极好 也懂得这个人际关系 人品也好 也不贪污 所以到了那个当地 跟蒙古人民 处的关系非常好 可是他有孝蜘病 所以四年之后 孝蜘病犯了以后 就死了 这个石公主呢 在丈夫死了以后 又生活了好多年 好像是活到了49岁 就是乾隆德公主 活这么大 岁时不多 他们有后代吗 他们有一个 这个他们俩生了一个儿子 这儿子很早就死了 还有一个女儿 回下来了 对 换句话说 现在所谓的和珅的后人 那都不是和珅的后人 就是你要是也是外戏 就是那几个女儿生 几个女儿的后代 那石公主呢 觉得我的儿子又死了 丈夫也死了 没法给和珅 留下一个后代 他觉得他对不起他 就抱养了一个孩子 叫福恩 也许那些后代 是这个福恩的后代 但是他跟这个和珅 就没有血缘关系 对 他们俩结局就是这样 老师 我觉得拍一个 就是正面形象的和珅 电视级红火 把和珅拍成正面的 你看他爱情也这么 对老婆这么忠贞 然后贪污的又不大可信 又很有才 我觉得很火 颠覆咱们之前对他的那个印象 大十世纪末 钱穆教授建议把和珅 挖出的这一片湖 叫做卫明湖 我想钱穆教授如此命名 大概是对知识分子 有着某种期许 淡薄名利 宽容无争 这恰巧与和珅的人生际遇 形成鲜明对比 人说 人才济监 聪明勿用 这是对和珅一生最好的总结 而我想说的是 一个仪表堂堂的国家干部 把自己定位成皇姓家奴 这是和珅的局限 也是时代的局限 和珅擅长和击重的 正是人性的弱点 这是他的本事 也是他的悲哀 当我们在嘲笑和珅 人生际遇的同时 是不是也要扪心自问 如果和珅是我们的手下 我们会不会像乾隆皇帝一样 离不开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